当初盖这个西雅图雷藏寺 这是人家的驻展区 听证会要听好久了 听了十几次的听证会 那时候盖这个的时候是讲说 跟邻居讲 这个寺庙盖起来 只有围墙里面的人在用而已 对 就是因为围墙里面的人在用而已 大家才 邻居才同意的 否则一个社区 弄这么多人的话 他们也是影响到他们 但是他那个法律上有条文规定 这庙盖起来好像五年以后 几年 五年吗 五年以后没有意义 大家没有什么意见 那就让你go ahead 就随便了 来了这么多人 他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已经五年以后了 这么多年了 所以一般来讲 你一个庙盖在一个社区里面 那是不可能的 除了那个彩虹雷上市 我们这里没有办法做父母 一点火一升上来 邻居就报 那个消防车马上就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